财团法人原著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2021年的第一档展览 明日部落泰鲁阁之商 展出泰鲁阁族和新城山 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的交织变动 并且以你心中消失的伴座山是什么 来向观众发问 探讨人跟土地的关系 这个展览活动从即日起 是在松原别馆 一直到3月28号截止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和泰鲁阁族文化生命旅程的经历 明日部落泰鲁阁之商 是策展人杜亦凡从雅宁议题出发 反思土地和人的关系 从新城山泰鲁阁族人的视角 以摄影记者、剧场装作者身份 结合录像、装置艺术和故事墙 带领观者进入泰鲁阁族的过去与现在 呈现秀林山傅士纯的猎人、农夫 回归传统生活的族人、矿场工作者 和地景风貌的样貌 也传达人类与土地依存的关系 那这一切都是从新城山 现在从原本736公尺到 现在215公尺 然后我从这个消失我来谈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消失的东西 那会是什么 那包括我也是都市原住民 那我有一半是布农族血统 那这消失的伴座山对我来说也是一种 我对于布农文化、布农语言 然后以及布农家族那种追寻的 消失的伴座山的概念 然后来做这个策展 其实我最早开始记录这个富士村这边 是从2017年的3月那时候开始 后来又新加入的片段 我去到大同他们这个老部落 然后跟着他们爬山 然后跟着猎人 然后去里面跟着去打猎这些影片 是在提出一个问题 以及想要让这个社会 当你看到这样展览以后 你会有开始做什么行为去改变 去保护你现在的环境 保护你周遭的人这件事情 而另一小展场 则邀请投身环境运动多年的 花莲艺术家刘晓慧 发表去年完成的录像系列作品 《山不见山》 从六部录像以粉装代表面具 与观众面对面 同样要引领观者思考 现实环境中不可逆的地景破坏 明日部落泰鲁阁之商艺术展 指引起载松原别馆 展出至3月28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这只讲方言华林士报导